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預計 明天公布的最新失業率會進一步上升 張建宗在網誌撰文說疫情下 本港經濟正經歷非常困難的一年 失業率在去年12月到今年2月 顯示上升至3.7% 是9年來的高位 2月份的數據仍未反映疫症 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預計明天公布1至3月的失業率 和就業不足率會進一步上升 勞工市場在短期內會面對巨大壓力 就業狀況難以在短期內好轉 營介畢業生找工將會比往年困難 他說政府會投放資源創職位 未來兩年會在工營和私營界面 創造大約3萬個有時限的職位 涵蓋不同技能和學力的人士